央视网消息,8月28日,外交部举行立新记者会,有记者就原美军太平洋司令言论提问发言人,原美军太平洋司令日前称,台湾与日本都将解放军在接近领土的国际水月活动时为威胁,台湾应利用航母辽民阵照新机会进行模拟攻击,提升战备能力,中共对此有何评论? 华春宁表示,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我不知道你提到的这位美军前高官给台湾方面提这个建议,到底是想帮台湾方面还是想害台湾方面呢? 问,据报道,原美军太平洋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日前程,台湾与日本都将解放军在接近领土的国际水月活动时为威胁,台湾应利用航母辽民阵照新机会进行模拟攻击, 提升战备能力,中共对此有何评论? 答,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我不知道你提到的这位美军前高官给台湾方面提这个建议,到底是想帮台湾方面还是想害台湾方面呢? 如果你想了解他这个建议在军事方面的影响,国防部后天就有记者会,你不妨去问问我们军方对此怎么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